作词 李宗盛 成就今生大小静于场 女人因德香温柔情长 立酒名香 德香浓郁芬芳 犹如照亮方向的太阳 内外融合圆满 富足梦想随花绽放 一朵超品香味花 淼淼感恩 魅力齐放 愿与太阳齐唱 才得兼备甜蜜长廊 所谓有德就有光 有德自然芬芳 然后各位最亲爱的 德香女人花 德香男人树 大家好 好 非常开心 我们又再一次的齐聚 在这个爱的殿堂里 沐浴这个非常殊胜难得的法流 那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章节呢 是超级生命密码第15章 以及超级健康密码 以及原来富有 可以很简单 今天我们要导读三本书呢 所以我们这个圆满人生基因会呢 简称超级健康富有 圆满人生基因会 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导读之前 我们要来介绍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是导师在2005年呢 《体育恩师French》之后 《丙天地的音缘邀约》 在2010年的10月份所著作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已经著作之后呢 各地的讲座邀约不断 所以从此以后导师展开 风尘浦浦的讲座行李 许许多多的人呢 因为这本书呢而受益 因为呢这一场讲座课程呢 从此以后自成花光体 自转自己的生命地图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本书是一本生命之药 能够解开你我千年的迷惑 揭开生命的秘密 吉德重生乐趣是吉德哦 然后前写一统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 那光的神秘作用力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令你我事事如意 作者是太阳神的导师 那导师呢 应全球学院读者家人们的邀约 再一次风尘浦浦远从美国拉斯维加斯 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 那自古以来千里寻名师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 但是呢我们的导师呢 非常的大西妙非常的慈悲 到远从美国回来看我们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今年的2018年夏季世界巡违演讲 台湾战的这一个讲座以及课程 因为爱生命演绎丰富精彩 以及因爱而富有的十作十列课程 然后这一个讲座以及课程是五千人字的讲座 那我们要想想看要调动这个五千人的能量法流 让每一个人受益那真的是要跟宇宙天地结合 要需要有什么样 需要有非常大的正量的导师 以及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一起共振 那每一位呢都是参与者都是发动者 而且每一位身在其中呢 我们都会是受益者 那这么好的讲座 今年全省只有一场真的错过 很可惜 我们赶快发心的努力的来邀约 那我今天真的很幸运很幸运哦 我下去楼下准备shopping的时候呢 我在电梯遇到非常可爱的嘉荣 那我发觉叫嘉荣的好像真的都很漂亮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遇到嘉荣呢 因为我在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位让我很面熟的人 他就是安玄姐 然后他安玄姐会说 欸安玄姐我在FB的直播看到你耶 你好像有参加一个什么法会 然后听说是某一位主持人介绍的 那听说你是赚到钱耶 然后旁边这个小姐就说什么什么赚到钱 那成了什么会赚到钱 那就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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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电梯里面 汹涌的人潮里面摊出头 然后我就看到这一位非常美丽的嘉荣 然后我就说但是啊 嘉荣赚钱实在太简单了 因为天地要赐给我们的财富多如虚迷下 但是呢 如果你当我们遇到钱都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麻烦你要记得上11楼找我 他就说什么什么 哎呀什么事情全不能解决 怎么样怎样可以赚到钱 结果呢我们就在当人潮上去 我们两个在那个路上 就是下了电梯之后 我们大概聊了五分钟十分钟 他说那刚刚好6月4号呢他就要再出国 那6月2号3号应该呢就是会有机缘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 我就说那不如呢就直接今天晚上就来跟我们参加我们的机会 他说好好好我把这个时间排开 其实他也不是我们台湾人这样子 刚刚呢看到我们跟Michael两个人就在那边绕西班牙话 那是不是两个人呢互相用西班牙话跟大家那个温厚一下 这样子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爱世界串起来 那请这个佳容呢先跟我们自我介绍 然后再用西班牙话问候一下大家 谢谢 大家好我叫佳容然后就是呃 住在淡水今天来本来是在这栋楼楼下参加一个讲座 然后就呃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回来台湾 因为我们那个我12岁就已经出国跟父母 然后到呃20几岁的时候才回台湾 然后被外教部保送回那个回台大商学院就里 那因为我们新的是天体教啊后来参加那个什么基督教会 然后回来台湾呢呃然后又接触佛教什么的 可是呃因为刚好最近我对这些教教就是已经 呃很疲累了然后觉得呃就是反正对那种法则还很迷惑 其实我心中就一直想要找一个呃就是类似上 宇宙的生命真理的这种答案这样 那有时候我也会仰望太阳就是看看说太阳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答案 那今天今天刚好是因为我楼下那个讲座是关于投资 是关于钱的啦哈哈哈哈 那我也不知道然后哎怎么这么做 刚好哎有人讲到说哎就是也不是钱啦 就是说连钱都不能解决的事情这样子啊 我想说啊那有更高一层的生命真理啊 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后来就是经由那个 一琴姐就是呃分享之后哎我觉得他他好博学哦 那个我所接触到的什么一些心灵课程 或者什么成功学陈安子什么安东尼罗宾啊 什么那些大咖 而且他全部都涉猎过啊刚好那些录音到尾听得很烦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想出来啊真的有这么好的那个这个台湾 我不知道台湾有因为外国有那种能量治疗师 就是他也是非常重然后你可以针对个人问题就是做一些什么能量的那种东西哎 我不知道台湾一既然也会有这种东西因为这种算是比较科学的 他不过大理你到某一种宗教的那个职场里面我们可以比较理性一点这样子 他虽然就很高兴就是哎因为那个一起的分享 然后所以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是他有跟科学连结 他就属于一种真理 然后那个他又涵挂很很涵挂可能很多就是各式各样各类的人生的真面真理 所以就想要来听听看这样子 哇真的这个佳容他先给他掌声了热烈的掌声 真的比超马人还超马人 真的从骨子里就是超马人这样子 好超马喔 那你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Michael我也是一个月前看到他今天也很惊讶 可能五一劳动节刚好就比较有空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他说他14岁就移民到欧洲然后又到哪里住了 住来就是又做做创业什么 今天呢哎有机会跟超马结缘然后希望运用超马来搬转身边 然后两个人如果这个是十四岁以为这个是十二岁以为这个是十二岁以为两个人就开始落西班牙话 听一下我们都没有听过 第二个练乱 私下的私下在聊這樣子 那請Michael呢 先為大家翻譯一下 再跟大家自我介紹 認識一下大家 OK 沒有 我們剛才是聊說 他問我好 我跟他說 OK 我很好這樣子 然後我剛才講說很高興認識他 然後他問我說是第一次來 我說不是 我是來之前來過很多次 對 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是有參加 我之前參加過蠻多次讀書會 只是說第一次是像英奇的 其實之前一直想來 可是英奇讀書會都是在晚上 然後七點到九點 我現在晚上都不太想我太晚回家 可是年紀大了 所以就參加下午的跟那個 我現在是參加那個 淑麗姐跟三重的經驗會 對 然後英奇就是第一次來 反正可是我之前是透過那個 直播看過很多英奇的或是 若華姐那些 那些經驗會的分享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所以今天特地留下來這樣子 謝謝美麗的 不是 帥氣的 Michael 跟美麗的佳榮的分享 真的分享太快樂了 因為愛 這一切都是因為天地之愛 因為愛的世界可以串起來 所以佳榮問我說 那你到底你們分享的是什麼 我說那就是宇宙的正能量 就是因為愛 那因為愛可以怎麼樣 就是而富有 那真的非常好 好豐盛有沒有 那其實英奇今天比較早的時候 我中午就已經來到台北了 然後我今天搭我們社區車的時候啊 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我禮拜天啊 我的好多朋友都去了你們彰化場的分享會 每一個人都好感動 好 很開心欸 然後然後他說他們在計程車上好多人都去了 就是我搭過的車都去了 然後呢 他們說真的很棒 這個因為很多事情是錢不能解決的 比如說生病 那我們生病的時候呢 其實生病不會那麼可怕 但重點要看對醫生吃對藥 真的很難欸 大部分都是看錯醫生吃錯藥 那他就說欸 這個真的是宇宙中很好的正能量 然後其中也不妨很多的修行者 那其中還有一位先生呢 就之前我跟他印影片啊 因為我們公司的DM啊 那一位先生他也去參加了 然後還他還約了朋友去 然後我在抽獎的時候啊 定是抽中的第一位 我真的是好感恩 然後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我中午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今天邀請的是我以前公司 的冠軍 我邀請他呢 中午跟我喝一杯咖啡 然後他細選了 他是整個過程的問題 他是我們公司的冠軍喔 然後他非常的美麗喔 然後他有擁有人人羨慕的一切 可是他還擁有一樣錢不能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呢 他睡不著 我就說那太好了 麻煩你一定要來6月2號 6月3號的講座 本人第一次上課的時候足足睡兩天 之後睡了半年 然後後來呢 因為靈靈的清安呢 因為呢 種種的一個洗滌呢 因為能量的具足呢 欸我覺得呢 我的身心靈呢更加聚合 然後各方面來更加的富足 然後呢 再來呢 真的是很棒喔 那時候我就請他掃描QR Code 我說欸你來聽聽看 這兩首歌你來票選哪一首非常好聽 聽完第一首就說 哇音響好聽欸 那鄉女娃娃好好聽 因為那個那個 我們那個冠軍他請寫書法都會 他說這個好順喔 邊寫書法邊聽喔 然後呢 而且他說媲美八點檔的連續劇 我說你看我連台詞都不用講 他自己接 然後來他又聽得寂寅 欸我問他說這首歌如果滿分十分你打幾分 他說大概有八點五分喔 後來我說但是你只聽第一次 女生老師的歌是越聽越好聽欸 後來他在聽得寂寅的時候 他說哇更好聽欸 怎麼那麼好聽 他說整個靈魂啊 都要調動出來的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後來呢 我就看到有一個那個餐廳的經理 就是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欸 我看你們這邊有個書架 我可不可以將我們的書啊 就放在這邊 當成大家可以閱讀的部分 然後他省了過之後就覺得說 欸你這是一本很棒的書 那特別我跟他講說 你看我們這邊啊 的第幾頁 有一個地方啊 他講到說這本書 曾經在美國南加州的中醫學會呢 這個被列為指定的教科書 好 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在臨床上有非法殊勝的結果 然後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可以利益更多的人 結果我們兩個看來看去看來看去之後 發覺說彼此真的覺得實在是太面熟了 原來我們本來就是就是就是 然後他的朋友我也都認識 然後就就因為這樣子呢 又把以前的一托拉夫的朋友 全部都想起來 真的因為愛 因為分享 然後所有的所有的因緣呢 善因緣正能量都可以串起來 非常非常的感恩 好那我們趕快來進入今天的導讀 然後請先邀請雅如為我們導讀 第十五章第一段 我們從第一段開始 謝謝 我們從小到大一定有經過這樣的經驗 某個人有某些生活上的實質問題 或是身體上的病變 但因為經過自己強烈的意志力 信心及決心 後來衝破了難關 達到人生的另外一片桃花園石 他的故事被揭露出來讓大家知道 並且成為一個大家效仿的學習對象 大家都會覺得這是一件美事 而且難得可貴的是 其中的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請雅如再討論一段 當你聽多了這種例子時 再把所有的例子放在一起比較 你會發現有這樣奇蹟發生的可能性 都是因為主事者的心念 希望求得一個突破 或希望有一分和以前大不相同的好成績 最後千辛萬苦得到了想要到達的境界 從中你就會毫無疑問的知道 每一個人的信心很決心 是能不能夠突破現狀 擁抱未來更光明前進 基本的決定點 也就是說從你的內心深處 自己究竟又不願意下一秒鐘所得到 所過的生活比上一秒鐘好 如果能夠說服自己百分之百的朝著自己心中的目標 確確實實的往前開創 才有可能創造出生命中更大更好 更奇特的種種奇蹟 絕對不能空口白話 若沒有任何決心及目標 沒有任何實際的做法 後來就不大可能得到任何我有收過的結果 如果今天我們認同那些眾多例子裡面的結論 就必須告訴自己 我們的信念決定了我們的前途和未來 以及你究竟想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都必須與內心做一個最密切的溝通 你坦式地反省自己 你才會知道明天的生活 是不是正如你心中所想的 好 謝謝雅如帶來的導讀 那雅如也是一個業務上很棒的人才 而且氣質超好的這樣 那我相信呢 他在學習超訪這一段時間 有所收穫 好 然後再請雅如為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收穫以及體驟 其實我進去找馬尼有一段時間了 那其實我畢學本來承認著說 我並不是一個很認真弄紅的學生 我只是很認真地參加讀書會 但是即使我沒有很認真地去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去做西版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真的感受得到明明之中 就是看了一個蠻多的能量 然後生活上有很多的順遂 因為剛剛開場的時候 一體就有講過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錢不能解決的 那我前陣子 因為我兒子住院接下來就是爸爸生病 然後老生 然後再來就是一連串的很多的狀況 那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情況下 其實不能量其實就一直來 那可能會造成生活上很多的不變 即使經濟上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那個煩躁的心 你可能就會去引發更多其他的狀況發生 但是我真的覺得非常的 我常常 這段時間我常跟我身邊的朋友分享 我說這麼的巧妙 雖然遇到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 明明之中的安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為什麼 我兒子出院的天 我爸爸就倒下了 然後就 就在醫院 所以我一直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都沒有離開醫院 我兒子出院 然後在家爸爸 家的病房 然後一直到他離開 對 那 爸爸在離開 包括爸爸離開的那個時間點 也很巧妙的安排 這麼說 因為過兩天 就是我女兒舞蹈班的全國比賽 那 一生才這麼一次的全國性的比賽 我不希望我可以 我不希望我錯過了 看他表演的那個機會 那 爸爸如果早一天走 我想 因為有很多後事安排 我那天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參加 女兒的那個 國際性的 就是那個全國性的比賽 早一天走不行 晚一天走不行 就剛剛好是那一天 然後 所有事情 辦妥了 剛好他比賽那天我的空晚 我可以像 到嘉義去 然後看比賽 比賽完之後 還可以趕得上 後續的一些 打貴的那些過程 所以我就覺得 哇 也許在別人的眼裡看來 你的事情怎麼這麼多 我狀況這麼多 可是我心裡面是很感分的 即使我今天遇到這麼多的狀況 但是時間上的安排 讓我可以順利的 把所有生命中 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都可以把它順利完成 包括 嗯 爸爸的後事也辦得非常的圓滿 因為 很多事情你們都不懂 那也很 有遇到一個很棒的服務人員 幫我們做了很多的規劃 然後讓我們可以很安心 那 後續結果是很多的親戚朋友都跟我反應說 你們真的很棒 很用心 然後給爸爸一個很好 很好的一個MD 那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謝 對 那其實 這個過程當中 在 因為我是做業務的 那 忙兒子 忙爸爸的事情 那當然業務上的工作 就顧不到了 但是 說的也奇怪 我的收入並沒有因此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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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都順利的過關 那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 對 所以我覺得 不管有沒有做新訪 當然如果你願意做是最好 但是 其實我們沒有 下面我是還沒有開始做 我只不過是很認真的參加特殊的 我都可以感受到這份殊勝 更何況是 我相信有做新訪的人 能夠取目的一個設備 對 OK 所以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好 謝謝小儒的分享 很棒的分享 那這邊 因為老師不斷地提到 意志力信心決心 意志力跟信心決心 所以衝出了難關 但是呢 其實訪間的身心靈課程 都一直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可是很難衝出難關 而且呢 你會看到說 他前三年是可以衝出來 後面又卡住了 所以剛才啊 我們那個美麗的佳蓉 他就跟我說 欸這本書很像秘密 我說那我再告訴你 這個就是秘密中的秘密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欸我們這個系統呢 殊勝之處 那在這個第二段的部分呢 導師啊 他其實裡面 就說了很多的秘密 他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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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殞落了 我們今生可以得到 所有的成就 其實導師呢 他用錢寫必懂的白話 隱藏了諸多的唯言大意 叫心門打開的人呢 叫虛心的人 叫善良的人呢 都可以受益 在這一秒呢 全部都可以獲得 那這邊啊 每一個字句 真的都很重要 比如說這邊他說 你會發現有這樣奇蹟 發生了可能性 這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主事者的信念 他信念什麼呢 希望求得一個突破 或者他希望一份 跟以前大不相同的好成績 那引起在20年前 剛套入我的產業的時候 第一年呢 我的收入就很高 第二年兩倍 第三年三倍 但是在第三年到最後一年呢 都一樣 那不管我用多少的努力 多投入 然後我的年齡我的智慧有沒有增長 或者是我在用盡各種方法 他不會再增加 那套一句行話說 因為或許是夕陽產業囉 那或許是說 沒有退步已經是比較好了 可是就是在那麼奇妙 在我最困頓的時候呢 在我遇到超馬 那半年不僅我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在健康啊 或者是在一些情感啊 家庭啊 的種種視線上 我的實質收入居然沒有 成長於過去平均二十年的四倍 那實在是很詭異 那我有沒有花很多時間 在我的本業 基本盤一定是有的 但是呢 我花更多時間 在做著以下內容所說的事情 但是我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呢 我覺得那是不求自得 為什麼 因為不求自得的前面是不畏福報 為什麼 當我們認定 生生世世的修行是一種福氣 修行沒有價錢 我們每一秒 每一分每一秒成就最好的自己的時候 其實呢 天地自有安排 我們只是跟著天地的腳步走 那天地呢 在釋迦牟利國出來之前 在耶穌出來之前 在所有星球視線之前 不管他是經過撞擊 還是任何情況生成之前 天地本來就存在 所以我想我們跟著天地是絕對沒有錯 而且天地他算得很準 他不會不公平 他都不會讓我們白費 我們都不用算 因為人算真的不如天算 天地撥個算盤給我們就夠了 我們整盤算盤都端走也沒有 然後那這邊他說 如何希望求得一個突破 或希望有一份跟以前他相同的好成績 那最後呢 是千辛萬苦的得到了 但是呢 在這邊他講到說 每一個人的信心跟決心呢 是不能夠突破現狀 擁抱未來更光明前景 基本的決定點 真的 因為我們過去失望很久 然後用很多的方式 徒勞無功太久 已經漸漸失去了很多的信心 這一點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天地之間呢 還有導師他所 允諾給我們的那一片豐盛的成就喔 他呢 是看我們能不能夠突破現狀 對就是這一個信心跟決心呢 居然是我們能不能夠突破現狀 擁抱未來更光明前景 基本的決定點 就是在這一刻 我們是不是先選擇相信 我們先做一個選擇 因為在我們一個講解裡面啊 他講到要與不要 我想已經不是能不能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而是我們這個系統那麼棒耶 只要要 只要我相信我可以得到 他會有 可是我真的在其他系統 我有試過 我相信我可以 我覺得我要 就是沒有 他就是沒有 可是在這個系統 我們相信 而我們也做了 那就是會有 那也就是說 從我們的內心深處 自己呢 究竟願不願意下一秒鐘 下一秒喔 不是下輩子喔 也不是幾十年後 下一秒所得到過的生活比上一秒好 如果能夠說服自己 百分之百的朝著心中的目標 確確實實的往前開創 才有可能創造出生命中更大更好 更奇特的種種奇蹟 像剛剛Michael他就說 他可以做任何方式的一種不失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做接引 那其實有許多的那個朋友啊 就是家人啊 他問我說 他說 欸茵琪 你是做什麼心法這樣子 那麼多奇蹟啊 你做哪一個心法 那或者是說 有人聽到家珍孩子的奇蹟 他問他說 他是看哪一個醫生會好 那我想這些都不是重點 而是啊 我們做了 我想我們要有更高能量更高的頻率啊 那絕對不是說我在家裡 倡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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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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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 而是負能量要什麼 欸我想請問一下佳榮的後面那個大哥 正心大哥 那個負能量要什麼 你認為負能量要什麼 嗯 沒關係 好沒關係 所以那麥克風不用給他 來 因為他想不起來 好 那子安你覺得負能量要什麼 要功德啊 對 那負能量要的功德 他絕對不是說 只是要我們倡偽感恩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地基 這個是 這個是都要的 這是步驟123裡面都有的 但是負能量他要的是 那一份功德 那最大的功德是什麼 幫助別人提升 對 那幫助別人提升 臨命的時候 直接是利益誰 其實是利益到我們自己 對 就是那麽簡單的道理 那沒有辦法通 然後也沒有那個信心 沒有那個信心跟決心啊 去做一件事情 那剛好有一開始 比較早來的時候 有跟幾個同學討論 他說 欸不像你啊 認識那麽多人 但是我想到 我突然想到 我也不是台北人欸 我也不是高雄人欸 然後甚至於 當時呢 我很喜歡超馬說 可是我也沒有那個信心跟決心 在跟我認識的人做一個接引 因為我以前也自務務人太多了 太久了 所以呢 我就是運用這個很陌生的關係 比如說消費關係 我買一杯飲料 我就跟他做個分享 然後呢 我去衣服去送洗 就是跟他分享 吃一克餐 吃個飯 吃自助餐 吃餐廳都跟他分享 然後買一本書給人家分享 這樣子天地也是會接引啊 其實我們只要在人間活動 處處啊都會是有緣的那一位 所以啊 我們要有這個決心以及目標 導師說了更要有實際的做法 後來呢 如果沒有這樣子做呢 就不太可能得到佛有收穫的結果 那我們必須告訴自己 我們的信念呢 決定我們的前途跟未來 以及我們究竟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所以要做什麼呢 跟我們的內心做一個密切的溝通 跟內心做一個密切的溝通 就是心法 這是引起的體悟啦 那地毯式的反省自己呢 我想那就是一個懺悔喔 那你然後呢 還有一個決心跟目標嗎 有實際的做法 那是否就是發願呢 然後呢 這樣子我們才會確切地掌握明天的生活 是不是就跟我們所想的一樣 而在下一秒我就有那一片 卑鄙尋常喔 生命中啊更大更好更奇特的種種奇跡 好謝謝 然後接下來邀請藝人為我們導讀第三段 以及第四段 老師好 有的人一心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健康平安的身體 但是卻每天早餐拿著泡麵當主食 有的人希望家庭和樂融融 但是自己偏偏很容易生氣 經常把問題矛盾點挑出來 讓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生活的不安寧 有的人一輩子有那麼多的夢想 有那麼多的計畫 但經常是滿腹牢騷 而更嚴重的致命點是 所有的主題都是 三分鐘熱度就從手上放下 從此再也不願理睬過問 只要你留心看看身邊周遭的人 會發現有很多人心中所想和決心 在付出實情的種種實際動作中 總是互相矛盾 而且阻礙了自己的前行 但這些人往往在自己 夢寐以求的理想點上一直打轉 而有些人在一段時間內 無法達到自己的理想時 就灰心氣美了 結果人生態度就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 對任何事情不理不睬 或者用非常負面的情緒去面對 所有的挑戰及問題 最後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搞得東倒西歪 不但害了自己及家人 而且總覺得這輩子要再見曙光 是那麼的飄渺遙遠 當膀胱者從看到這些實質頂處境時 不難發現很多像這樣有相同結果 落後潦倒及失望的人 從以前至今的發展過程中 都有一些相同之處 他們總是在目標點和行動點兩者間 不能夠在同一個情境上做最大的努力 有些人走了三戶就氣寧了 停止了 然後滿腹牢騷底 埋怨著所有的人 所有的過去 不但苦惡自己 而且身邊的人都受害其中 好 謝謝藝人 然後請藝人分享 藝人很棒喔 他現在也是三小經營會的主持人喔 所以附近有朋友要多多邀約 那你那個藝人是固定每個禮拜幾的? 每個禮拜五晚上七點到九點 好 他記得要密切注意也好 然後那個有開車的 就是一批開車滿滿的過去這樣 好 就是這邊主要就是講說很多人 其實就是內心想的 跟他實際做的都常常都不一樣 那我過去也是這樣 那我過去就是 我過去身體健康就是常常 在我有機以來 就是常常就是偏頭痛 但一個一個月大概 痛大概三四次 那像去去 像感冒去診所看醫院的 看醫生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那種止痛的藥 那我都留下來 或者就是會滿麻痹的 那有時候我吃下去之後就是發現 欸 就很舒服 然後隔天又痛又再繼續吃 然後我就想說 我自己也告訴我自己說 像那種止痛藥真的是 吃多了真的是傷害自己的身體 是會有無形的副作用 只是你還沒看到 對 那所以 後來我接觸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我就是 就是開始做 副作一二三嘛 就是那都會有生無形嘛 那有一天 我在公司跟一個 也是有 有信仰的一個同事 開始在跟他分享草 然後他就過來說 他已經 呃 什麼是近年 也是也是頭很痛很暈 然後他說他現在都吃了什麼 呃 他說他中醫啊 西醫啊什麼都吃了 然後還去特別去買那種很貴的什麼銀子 然後他說 醫生跟他說這一次喝下去 就是一定 OK 然後我就說那你趕快喝 你趕快喝 後來喝一喝之後 我就跟他說 欸你怎麼有再繼續喝嗎 他說 沒有因為太貴了 我覺得喝下去沒什麼效果 現在又再找別人 再接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說 欸 我真的是 做了這個超級生命密碼的時候 然後也是 也是 盡量再忏悔心把告訴自己說 欸 不要不要吸口不一樣 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慢慢的 慢慢的調整 然後地址各位慢慢的看 就發現 欸 真的 那個頭齁 現在半年 半年再透一次兩次 就跟以前的頻率差是非常多的 那我發現說 就說很多人就是他 就是比如說他現在身體有什麼病 然後經常在騙不明 然後你已經跟他說 啊這本就在這邊都在裡面 你跟他講 他會覺得說怎麼可能 就這麼簡單 那其實 真的超級生命密碼就是這麼簡單 步驟一二三照著做 那 那該該去發書的時候就發書 然後就是這樣做著做著 欸 真的天地要給你什麼 沒有人知道 對 那像 這個是身體嗎 那工作方面也真的是 真的以前 以前在公司真的遇到的困境是 是很苦的 那 回家就開始跟媽媽講說 啊今天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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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誰誰誰怎樣怎樣 現在回家都是 都是不會講這些越來越順 現在都是聽別人講 那你覺得的話 現在有這個能力可以聽別人講 那你覺得的話 就覺得很高興 那也是當別人跟我講的時候 就趕快跟他講超碼 對不對 對 好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藝人的分享 那我覺得我們精神有這個福氣 遇到超碼真的是賺 而且是太划算了 那有些人呢 他就問我說 欸你奇怪呢 參加參加基因會為什麼要錢呢 然後為什麼參加講座要錢呢 我跟他說 我們是很正常的教育訓練機構 我們不是公養 而且導師也不需要人家共養 那再來呢 我們也不用花很多的錢 因為導師本來呢 他就不鼓勵我們一定是做財富師 但是呢 假設我們現在這個生命中的困頓呢 經過跟負能量溝通是 就是負能量他希望我們做財富師的時候 那我個人的經驗是 我們所需要花費的財富師的量 真的是微小於以前的 所需要的那一個數字 那那個佳蓉你要不要說說看 你上一批的財財富師花多少 來來講一下你 所以你總共花多少錢 大約上來 去年大約上我們60萬吧 前年 大約上去年的話 比較少的墨比較強出貨 然後 然後之前 幾年前 在基督教有花很多 都會快百五 到處都是要這個 那有效果嗎 效果怎麼樣呢 效果 你會被吸進去一陣子 然後 之後呢 一開始好像 會有點效果 可是後面呢 就會磁皮 然後之後 之後的效果 譬如說你花一百萬的時候 那一次的效果是怎麼樣 就感覺很舒服 沒有基督教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對 因為那個就是 那個就整個人被逆進去 對嗎 對 就是整個在裡面 都奉獻 對 對 那個佛教方面 會比較理智 因為它是一場一場 所以 請問一下 你花這個五十萬 是幾個月前的事情 沒有 就去年多啊 去年一整年 2017年 對 那今年呢 今年已經過快一半了 有沒有感受到那個 效果 新年喔 對 我今年是月初的二十幾 對 啊 所以我已經花得很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是想要停一陣子 我想要找一些比較那個 科學啊 那個 我曾經也在一場法會裡面 那個法會我花四萬塊 然後呢 但是呢 我另外一邊 因為我當時參加佛輪社 然後我抽到 那時候年度的盛會 佛輪社固定每一年在中興大學 好有一個佛輪社的會 那一年我抽到總金獎 最大獎十萬喔 但是我仍在法會 所以不用 沒有拿 哈哈哈哈 我就沒有 但是是四萬換十萬啊 我感覺還好二點五倍 就是這樣子啦 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那個 我自己的本業有沒有成長 沒有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自己的案例喔 那 老師他真的他不鼓勵 我們做財布施 好但是呢 因為因期一百零五年 六月份遇到超忙的時候 我當時要解決一個困境 我準備了三百萬要跟他輸贏 因為我認為我這個是以後 我會有更大的利益回來 假設我拿三百萬 我一定有三千萬的那個投報率這樣 那 但是我那時候也問了公廟 他說花錢也沒辦法解決 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當時家庭關係 還有一些健康上面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每一天都覺得過起來很貧困很困窘 那但是呢 我在發這個願齁 我當時就是喜歡超忙 因為我在導讀讀書會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很快樂的能量法 整個毛細孔全身都快樂 那特別是因為桃園以來沒有人 經過沒有人認識超忙 所以我就發願我要註印一千本超忙 讓每個人都可以認識超忙這樣 那但是呢 我第一個禮拜註印的時候呢 一百本的時候 第一個我的收入就多了十幾萬 那已經五倍回來了 第二個呢 我的修繕的部分我省了十幾萬 十倍 然後第三個呢 有一位師姐還我錢陸陸續續還了二十萬 又十倍 所以我第一個月已經回來三十倍 然後再來每一個月都賺錢 然後等到我一整年下來半年後的五月份 半年後隔年的五月份 我在報稅的時候 我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因為每天在做超忙 每天在賺錢都沒在算 真的不用算 在賺錢的時候不用算 沒錢的時候算也沒有 所以我到那個五月份的時候啊 我一看那個我真的嚇一跳 第一個因為我後來在做超忙的時候 我簽單很快 都簽大單 那簽小單更難簽有沒有 簽小單也很囉嗦 那簽大單就很快 也很快 就是順的時候 一切都不是問題 然後退庸的很少 然後伴手禮也很少 然後一些事情就很順利 那所以呢 我整個實質收入成長了四倍 那這樣子的一個四倍在我二十年當中 沒有發生過 任憑我上課啊 努力啊花費時間心地金錢都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超忙真的是不可思議 然後再來 我看對醫生吃對藥的這個花 這個 我的這個省下來的花費跟時間 真的讓我整個人輕鬆很多 精神很多 所以呢 我們呢在這個部分呢 不管是我們的健康問題 還是我們的富有問題 只要如法實修 只要呢 用最那正確的最簡單的方法 設定好最直接最簡單的目標點跟行動點 然後在同一個行徑上最做最大的努力呢 那我們都可以受益其中 那以上呢是我們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我們所做的導讀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導讀超級健康密碼 那我們呢 手上都有這個書 那第二排的序列我們可以在兩側呢 在旁邊我們來拿公用的書本 好 那我們先來導讀這個序 導師呢 在他的書本裡面 講說課程音檔音樂裡面都注入了隱形密碼 他的字字句句裡面呢都非常的富有能量 都富有金光碟面 那在字句裡面呢 我們講到德是健康良藥 那德的話呢 你看呢 導師在超級生命密碼的第三頁的主策 那今生一片豐富的成就 我們要能夠在下一秒全部擁有 又要能夠有一個永續經營 長久的續航力 又要能夠積聚不漏 好 要擁有那一片豐盛呢 就非得要有這個德 如法的德 好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請雨貞為我們導讀 超級健康密碼的序 德是健康良藥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我們是國際上載書 我們不可以先築 是一門主要的 運用社會 我們以為才能夠積聚不漏 大三個人的信息 吃得多數 租資格典 瑞就將你下一次 擁有些重量的公司 出發 但對於天地堅持巧妙關係及電話 經常樂此故事的專研心中 希望能有這更直接與簡單的發現 照顧世上各地的有緣人 這個信念多年來始終從未改變 隨著次次確實能幫助到人群 心中的滿足及又更顛策自己 前心研習宇宙健康學的重要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成龍天地教育的厚愛 讓我對健康二字有著更微妙的見解 若這其中真能幫助更多世人 當無常思一睹為敗 繼續嗎? 在這本書裡我還是一無往復地用盡最簡單的 觀念依據 建議你一些我本身熟練的方法 幫你去細心地審視我們自身的各種健康疑慮 去開創生命種種的可能 去盡量圓滿我們身體健康的夢想 書中有很多的建議做法或觀念 其實並不難理解或跟進 但我們千萬需要有細心和耐心 一切的健康一切的健身心願 也唯有假以時日的循序漸進 才能事半功倍 若急於一時的亞娘助長 則往往較難如願 相信待會兒皆無怨摸不著邊 故在此提到這個觀念的設立至為重要 在我與眾多訪客求助的經驗中 我發現越是心地善良 單純的朋友 越容易被天地的愛所眷顧 哪怕當時求助之際 狀況在惡劣 但很奇妙的靜 靜一步一步 超乎常理的好起來 也許天光滕漢人 這句話真是有其深厚的道理 而有些自認很聰明 社會歷練女生的朋友 讓我經常明顯的看到 當解藥就在他們面前時 他們因為套用公布的社會複雜經驗 在當時說也奇怪 自身就會不自覺的 卻又承諾天神大哥的旁邊 藍色異谷的旁邊 卻又很多奇緣突起 讓他一下子亂的心事 先忙其他錯過了難得的奇緣 相當可惜 在見面前已嚴重的映入高光 要時往下大事已定 這其中的一幕一幕 實令人心百感交集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好 謝謝 謝謝雨貞為我們帶來的導讀 那這個部分呢 健康的部分是不是請雨貞 我們先、聯想一下 這個我倒是滿有感觸的 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突然間五六到六到五左右 然後我哥哥也介紹我去三層 然後就是到處去都看不到 我看不好 突然有一天,我爸爸就想說 好,那北柱特房,那不然去南部好了 他就帶著我想要回去中部 結果我們才到樓下回到 就有一個人,他騎腳踏車過來說 你怎麼了? 我那手的,你放著,他看得出來吧? 就是那邊很男生的模樣 他可能感受到,一定有怎樣 那我爸爸就跟他說 我們要去中部,要去看地 然後他就說 那個就是什麼地方啊 有一個人他可以,就是 他那個地方叫什麼 我忘記叫什麼,因為太多年前了 那結果我爸就好 他就不用去南部了,不用去中部了 就直接到那個地方去 而且就一樣是在板橋 然後就大牛大一兩次嘛 很快就好了 真的是如果有貴人顯現的時候 真的快就解決問題了 對,那可能是 但是應該是算自己還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上天很愛的地方 就從小自己就是很去中部,孝順 那就是看到那種孝順的二、四孝順 然後就有點電影術這樣一直看 然後繼續來看啊 那所以說自己可能過去是 也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突然因緣果報來了的時候 就是該瘦還是會瘦? 但是就是還好沒有瘦的很久 那我就是碰到說 就是不管解決或是怎麼樣 就是在我差不多還可以承受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個可以解決的人出來的 好,謝謝與真的分享 那確實呢 心地善良單純的人呢 是越容易被天地的愛所眷顧 那我們雖然說身體的病痛這個部分 有時候事情可大可小嘛 然後比較複雜的時候 可能錢呢都沒有辦法去解決 那我發覺呢是有一些是因果問題 但有一些可能是我們自己做了什麼 那還有一種就是 我發覺有時候介入別人的因果 也很容易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實現 那我今天呢要從國車站 台北車站過來中心的時候 又坐到那一台計程車司機 就是上在給我藥方的那一個 然後呢其實我已經好了 可是他還沒好 他病得比我還重 我問他說你為什麼這麼懂這些藥方喔 今天在跟他聊一下 他就說因為他什麼病怎麼病 什麼病 我說那你好了沒 他說他還沒好他 他已經大九年了 還在跟那個他曾經中風嘛 他現在還有什麼癌 什麼癌啊越來越多這樣子 還在抗衡 但是他久病成良醫 他有辦法去利益別人 可是他這樣子的利益別人的方式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種介入因果 他並不是讓我自己自轉 而是他跟我保證怎麼樣會好 那當然我是一個受益者 那至於他 他是不是有他的比較辛苦的地方 所以啊 所以我們呢在修行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有各種禁於場 但是呢一切呢還是這負能量說了算 負能量說了算 還是能量來決定最後的勝敗 那在這個健康的部分 我真的很感恩天地就是我的媽媽啊 因為他那個三四十年的咳嗽耶 完完全全好耶 連一生都沒有 那真的是很誇張耶 因為以前為了要治療他這個喔 他這個問題啊 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心力去找醫生找偏方 所有的健康類的醫學類的產品都吃得也不會好 還有亞萍四十三年 他四十年的那個很嚴重的腳後跟龜裂 流血耶都破耶皮破耶皮開肉戰耶 都完完全全都不會好 那其實值得一提的是說 在這本書裡面呢 有一個是醫生劇 那真的很特別喔 其實很感恩導師是為什麼 因為已經停產了 這裡這個醫生劇我們是買不到 其實沒有 那但是呢 我們就大概在兩年前一直拜託導師 可不可以做一點出來 就是說在我們怎麼樣可以買得到去 就是怎麼樣可以拿得到 可是就是沒有 因為原物量很少 而且這是非常罕見很高級的菌種 而且他的品質非常非常好 那是後來因為導師的家人 他的媽媽自己要使用 後來有一次聽到導師有在聊天的時候 談到的時候 還有在工修課的時候 談到的時候 我們就拜託他 拜託老師就是可不可以割愛 給我們一些些這樣子 結果隨著這個 就是天地的這個訊息的download 有這個產物 然後在剛好有這個因緣的接觸 同時是伴隨著我們的願令 我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次到美國 我們都對自己有了更大更大的決心 跟信心的期許 每一個人都馬上發生了奇蹟 亞萍她那個40幾年的皮膚居然好了 真的欸 然後我媽媽的咳嗽居然好了欸 那這個花幾年沒辦法解決啊 你知道要花錢要花多少錢 花多少時間都不能解決 居然就這樣子 我們只是在利益自己就好了 哇這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那因為我要請惠亞分享 因為她在醫院嘛 在這個這種加護病房或者是這個 對她在她這個醫療院所呢 麻醉科的那種這種環境呢 她真的看盡人心擺在生到病死 所以來請惠亞分享 那先把麥克風交給她 然後這裡有一腳 看透人生 對我今天抽到的牌卡是 看透人生由自己做起 全面啟動實修 那老師晚安 然後撐往家人大家晚安 那確實是別人常講 有的人長輩都說 我吃鹽比吃米更多 那我相信這邊有很多的醫護人員 我們在醫院看過的病人 真的是比你們看過的病人 真的是多到數不完 所以我覺得天地安排我 讓我在醫院工作 其實就是在實時警惕我自己 其實醫院就是一個果報的實現 你相信英國 你就會想要從英國方面去尋找答案去解決 甚至去解剖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 它就依然是一個病 你會很想用一個科學的方法去做一個解決 那像在我相信那邊有兩個 跟我在同一個單位就應該知道 前天晚上我們有個病人 他是做好像是在做心肺 他是來換瓣膜 但是我聽到是說他昨天晚上送出去的時候 那其實換瓣膜的病人 那個抿血功能最後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難止血 那我今天早上班的時候 碰到我那個直大業班的學妹 他跟我說變尊翻業來重新再開進去 其實在CPR的同時啊 其實他整個在壓的時候 因為進來就是 他整個血塊已經把他的整個心臟給塞住了 心臟根本跳不動 你最快的速度就是把胸骨打開來 然後把血塊取出來 那時候其實病人已經心跳停止了 所以快的速度就跳上第一壓 其實壓到最後他真的 我據我那個學位跟我講說 他整個那個胸骨那邊其實整個肉圖都裂開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我現在都會 每一個病人進來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看病人的過去史 我很喜歡去看他的病歷 其實我從病歷的過程 聊天過程當中 以及病人對我之間的講話的對應態度 其實這個人會生什麼病 其實百分之七八十真的都跑不出來 其實源自於什麼 源自於一個人的情緒 情緒的管理 以及那個我的大小 我覺得因為我覺得現在都是說病人進來的時候 我就聊聊天 然後看他的職業生活狀態 然後呢我就會去對應 從我們始修始練當中去對應這個 這些人的問題產生在我們操碼上面應對的東西 而產出來之下 其實我覺得蠻多都還蠻對應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有時候在醫院 也許你們會覺得我是在看盡生死 但是我真的是在看盡英國夜報 那像我再分享一下我禮拜天去 禮拜天去大安生理公園 我去結園的一個妹妹 那其實前面我們超馬家已經跟她 來回就是大概講了大概快一個小時的話了 那我只是因為書沒了 我回頭過去我也是這樣拿 所以結果我們那個超馬家很可愛 會啊 那麻煩你繼續 其實很好 接力 沒有很接力 這是文化對咖啡說超馬 後來我一跟她聊完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她有病啊 是聊聊聊之後她跟我說 其實她說我想住在安和路應該是有錢人 她三個孩子事業有成 然後她在我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她就說她有懺悔啊 她有去懺悔 我後來就跟她講說 我們的懺悔不只懺悔 我們還有發願的問題 她說她有念經啊 然後她有念重啊 後來她有跟我說 她每天都不斷的在念王神咒 因為他們家小朋友在賣和牛 和牛知道嗎 那個日本那個和牛 她那天就問一個很好奇的問說 那小姐我問你 佛教講的不殺生 那我兒子在賣和牛 那我這樣到底有沒有罪 然後她說可是我有相 她又相信一個那個 她好像自己本身有一個上司 她有在供養一個上司 她說我問過那個上司 可是那個上司問我說沒有罪 那以你這個超馬的邏輯來講 你該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說當然啦 你在比佛教來講 你雖然你沒有殺他 可是他卻因你而死 你當然有罪 但是以前導師講過 藏人的說法是說 我吃一條零 我就吃那個動物 本身我有那個 我有那個修行 我能夠渡這條零 我說假設如果你那個等性不夠 你覺得你吃他 你沒有辦法定了他 那你覺得你會不會造惡業 然後他講完之後呢 然後聊聊聊 聊到最後 我以為他都很好喔 因為看起來很健康喔 後來他無意見 因為他是一個企業的老闆 後來他再跟我說 其實啊 我有兩個問題 我說你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有腸療病 我想說腸療病很正常 他說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啊那個那個膀胱沒有力 你知道嗎 後來他就把他的褲管撩起來 他給我看到他一個尿袋 他一個尿 他膀胱不能把他收縮 他就隨時隨意 那個尿都會滲出來 所以他說非常的 他說每次他只要有國外的客戶 來跟他談生意 他沒有辦法忍受那個當下 那個身上突然間那個尿騷味 所以對他來講是 非常困擾 他就在講說 那你知不知道這就是業理 我說這是國報 我說你應該能夠清楚 因為他一直有在精進的在修行 那後來他跟他聊完之後 他也很主動我們兩個彼此加了脈 我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企業的老闆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把老師那個墓碑的觀念 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假設從你現在到你現在棺材 然後到你現在的時間點 你覺得還有多少時間 因為他一直跟我說 他一直想要幫助他們 他說在他有生之年 他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去做好事 其實他已經生活很好了 後來講完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能夠 我後來到我們聊完 我們那真的聊了快兩個小時 他離開之後 我又傳簡訊給他 我有跟他講 我就說超馬是一個很棒的系統 我希望他能夠常辦你左右 我說因為你是一個企業主 你是一個老闆 多少人是在你的門下工作 因為有你們這種企業 也能養活了多少家庭 那我說超馬是值得你來相信的一個系統 因為他教我們是修邏輯觀修智慧觀 當你邏輯觀 智慧觀都通的時候 其實你對於你公司非常多的決策 你會非常的正確 你才能夠有去幫 你真的才能夠幫助到你下面的一些員工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家把感恩事劇劇放在他那個辦公室 因為我剛剛說 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 依我個人以前的潛見 你那個往生奏你念越多 其實你招來的是更多的負能量 當你招來的時候 他們要的東西你有辦法解決嗎 你沒有辦法給他的同時 你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 你那個負能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是會招架補助的 那他也很聰明的跟我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那個網生奏放在 對 把那個感恩事劇劇 我那時候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立馬就用手機在搜尋感恩事劇劇 不過我覺得他還真的是蠻有心 當然我還聊到非常非常多的話題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完之後 他今天又傳了一個簡訊給我說 他非常的感恩 我那天跟他分享了這麼多 讓他受益很大 所以我在這同時也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出去跟 就像殷琦講的 不過前兩個禮拜我真的是被他那句話 揭引我給震撼到 為什麼 我兩個禮拜之內 我怎麼搞的 就是能量的上不來就是上不來 那你說 對啦 我當然是覺得說自己到不到位 那我沒有辦法去 有那個標準的數字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客觀 可是你就可以感覺到你做什麼事情都不對 那後來欣騎講 其實我們在發書 其實發書只是導致給我們一個方便法 我們要怎麼去跟別人溝通的一個工具 但是真正的是要去努力的去接應 我就發現到說我禮拜天去中正紀念堂 跟下午去大恩森林公園 兩場我們去發書下來 你知道嗎 我昨天上話的時候整個 真的見人會笑 然後呢 你會想要講笑話去逗別人笑 就不會像你能量不足的時候 你真的是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你什麼事情都掉動不起來 甚至會懷疑說自己就一定在抄馬做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說接應真的很重要 就像那天我也很高興說 子榮竟然見到了櫻振揚 櫻振揚是我 不是偶像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非常有穿透力 我上次去柳平高中去聽她唱歌 現場唱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假設如果真的有緣這個人 能夠來唱我們抄馬的歌 真的那個感覺會非常的棒 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她的聲音是非常有穿透力 就沒想到昨天 我就打壓跟指頭講說 為什麼是你碰到不是我碰到 因為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那天收完的時候 他們兩個已經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們大家 其實我們如果去大型分發書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是有固定的那種會場 我就是建議大家留下來 就是假設有那個人家不要有書 我們要去撿 這是我們去發書的一個責任 那我就拜託子榮說 離開之後幫忙去後續收 所以我們必須先走 結果後來 殷振揚是因為她忘了拿東西 她又再回去 然後子榮他們兩個就正如要往前走 然後突然間看到殷振揚 然後就跟她講說 就聊一下之後 那子榮也把千年職約送給她 我覺得真的還滿感動的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但是要跟大家講 接引真的那個會讓你能量 真的比發書還來得快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退展 就是她出去接引 這請我分享 謝謝 沒有夠 因為有人覺得哪裏酸痛 然後哪裏能量不夠 哪裡能量上不來 哪裡笑不出來 真的馬上打個電話 然後你來傳遞這個天地真理 真的護法就來 然後金光點點就來 就覺得自己超凡脫俗 然後能量都全部都下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邀請那個美麗的莎莎 來為我們導讀接下來的一段到結束 這個序的圓滿 在眾多的實際個案中 一個個案中 若要用科學手法做個統治 我發現其比較的結果顯示 在零為時 德似乎是一鐵很好的鐵要 很多案例都是在德相助後 本來自身的險峻情勢 都會入轉的進超乎科學的 往好轉方向大步向前 所謂的起始回生 就經常在這裡讓人看到 屡事不爽 我常在講座中提及 現代的病必須用身心靈 三者聚合的觀念 來面對時下挫中複雜的部分 腦人病時 當這些朋友拖著沉重布魯 在醫療系統求助的同時 很多時候他們的無奈 唯有在身心靈 缺一不可的調整治療中求得出路 若讀者引用盡最大努力 但並從未好轉 不妨才要我的觀點 對症下藥才是上策 這本書對很多人來說 是最誠摯的一大幫手 只要信手奉行 人們崇拜的情景 就會悄悄地在你身上事件 若真如此 希望將來在你能花多點時間 與人群自己 多多參考超級生命密碼 及超級生活密碼 這兩本工具書 讓你從此在真正的強身健體上 永不遺憾 始至此書 不止前夕 各燒流表 心中感觸 一二與您共勉 是委屈太陽聖的導師 比於美國 然後謝謝莎莎的導讀 然後請莎莎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在超級生命密碼 就是在健康上面 我自己敢出醉的是 就是在今年六月 年初的時候去那個 慰愛的那個那兩天 因為我們那兩天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就是在最後一天結束的時候 因為我原本是頭很痛 然後兩天都在睡覺 然後我旁邊的這個品味 都一直在照顧我 然後就很神奇 結束的時候 我居然就好了 對啊 因為品味都在我旁邊 他還可以當我的見證這樣 就是真的超級 所以除了品味還有一個微波 對對對 就那兩天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而且我就只是 我也沒做什麼事 就是跟著老師 就一直在聽老師講話這樣 然後大部分都在睡覺 然後我還想分享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其實發術 其實跟自己的心態有關 就如果自己的心態是正確的 就調整好 有信 就是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你相信超麻 你跟別人講的時候 你會很勇敢 你就不會害怕 因為我知道這是很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害怕去跟別人講 然後我上禮拜就是在菜糧那邊發術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因為一開始 我不知道是因為不同的人去跟他講 所以有些人去他會拒絕 可是我去他就會願意聽我說 然後跟我講 就是跟我講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 我有先去了解為什麼他要拒絕 就他可能覺得這是宗教 那又可能他覺得我們是詐騙集團還是什麼 那我耐心的跟他說 就是其實我就是先很簡單 他就先給他一張DM 我說你拒絕我的書沒關係 那我送你我們的DM 我就是拿612號3號的講座跟他分享這樣 那他就會卸下他的心房 他就願意拿那張紙 那進一步我就跟他說 欸那你既然都拿 那你有時間 你要不要看看這本療癒全力 那他就會覺得好啊 那麼小本也沒有差 他就也拿了 我就那他如果願意拿 我就再跟再給他牽連資源 我的步驟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 可是我看就是會比較拒絕 可能是因為 你一開始就給他一本大本牽連資源 他會怕 可是我發現這樣的步驟 欸讓我 他比較願意聽我講話這樣 然後這是我發出的心得 然後我覺得在操碼的改變是 就像你們今天有分享那個 投資一點點錢就有意外的收穫嘛 那我今年公司的維亞也是因為 所以我在上一個月我就 我記得我有印象我捐了六千塊 然後我贊助去印那個療癒全力 但是我也沒有想到 我意外就在那個月就是抽這種投獎 就公司維亞投獎 那我也覺得 多傷心 五萬塊 就是六千塊五萬 可是我就是 哇 就是超神絕 就是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這樣 對 那我的分享大家就這樣 對 好 謝謝 沙沙的分享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見山不是山 見山又是山 見山不是山 見山 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見山又是山 就是我們暢尾發願嘛 然後呢 我們第二個第二個境界可能是 我不會福報 但是我後來我會得到不求自得 那剛剛那個沙沙她在 她分享她說為什麼人家要拿她的書 她就比較可愛 那為什麼她會可愛就是因為愛 那為什麼她會有愛 她有能量 她有能量 所以事實上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在時間的拿捏比例上來說 第一件事情要做接引 為什麼 因為最大的功能 負能量要的就是功能 但是最大的功能呢 就是幫助別人提升能力 因為一個人啊 當她走向一個天地真理 她拿到這個能量祝福禮物的時候啊 超把九旋七族 乃至於綿延數百代 那個能量真的是功德真的很大很大 那在這個負能量啊 她要的功德的部分啊 最大的就是幫助別人提升能力 那同時呢 也就是提升利益的自己 所以呢 第一個是接引 但是導師她真的不常在台灣 一年呢 現在已經濃縮為兩次 所以平常的時候 要怎麼樣幫助別人來學習超級生命密碼呢 就是邀請她來經營會共振 其實啊 導師說每一場經營會裡面都有精光點喔 都有護法 那不相信的話 你看我們現在經營會經過了一個半小時 大家是不是比剛來的時候更加明亮 更加的白皙 好就是如果細心的人呢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上一次晨晨她就說 對 因為我一開始就邀請大家來看 所以她就認真看 她本來看到有一個人連黑黑黃黃的 後來發覺那個人不見了 她變成就比較光亮 那這個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科學實驗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不是玄學 它真的就是科學 那我們平常沒有經營會的時候 或者是平常呢 我們也要來落實發書 那發書有多麼重要呢 因為發書可以去我 什麼時候去我呢 發不出去的時候就要去我 為什麼發不出去呢 因為能量不足 那為什麼能量不足 就是沒有入法實修嘛 你看呢我們可以練習 來做實驗啊 我就不要做心法 要出去發書 你看看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啊 我如果做心法在家感恩四聚劑劑呢 欸我來我來那個我來發書 再來呢你邊發書邊接語 那你再來發發看 能量廠是截然不同 那就像姨妮啊 她說她在發書的時候啊 她就知道說她最近能量廠已經回不去了 那個能量回不來了 為什麼因為蠟很久 你後面還要再補的時候 雖然我們會比一般紅塵的人好像好一些 可是真的是跟自己開玩笑 因為呢受益啊都是我們自己 那其實殷勤呢就有少少呢 做一點點的區隔啊 我常常我真的很有感觸喔 就是假設我們書沒有辦法好好發的話 那麼多人的善心那麼多的善款 我們發出去一萬本 真的因為發書而回來的人呢 大概只有一個percent 一萬本可以回來一百個就不錯了 可是我們好好接引她來經營會的時候 她大概一百個可能會有五十個 一百個可能會有二十個 她會覺得欸不錯喔 我還想要繼續我想要學習 可是當她是來分享會的時候 一百個就有五十個 欸她覺得說很棒欸 排場很大好感動 志工好發行 可是這一百個是來到導師的面前的時候啊 我想有八十個九十個 她立即就感受到那一份天體之愛 所以這個比重呢 我會覺得說導師真的是鼓王 極有鼓 那發書就好像債券了 是沒白開 但是呢可能就是要慢慢累積 累積很久 花很多的時間 那就是來去我看看 我來牛刀掃試一下我現在能量場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同樣的時間我個人我寧可 我好好的去做接引 打電話都好 或者是我現在看到這位美麗的小姐 就我真的很希望說就在此刻 就在此時 我們趕快來沐浴在天氣之下 就不要等 然後這樣子就是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我本來有一點點 腰有點痠 看到她來我都好了 我覺得說那一個能量 那一個開心喜樂無比這樣子 然後啊在今天呢 比較稍早的時候 Michael也跟我分享到 就是說她有一點她有一些她的那些疑惑點啊 或者是說她想要提升之處 那她說的牌卡喔很共振很相應 那不知道經過一個半小時之後 現在是在什麼樣的狀況 請Michael分享一下 來看有沒有什麼對應點啊感悟啊 現在的狀況 欸體會啦 體會啦 喔體會啦 知道了我覺得能量滿滿而已 對因為今天在剛開始 因為一直回 你可以先說一下 有時候試著分享一下 你原來你認為你所具有一些 問那個什麼狀況啊 還有需要解決的狀況 如果OK的話 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我的狀況啊 因為我是現在是跟一家工廠在配合 然後帶他們工廠的產品 賣到全世界賣到國外去 然後這家工廠 因為我跟他廢了大概相親快五年的時間 然後陸陸續續 因為我之前是這家工廠的員工 所以我自己的脾氣也不好啦 說真的 因為我本身在小時候在國外長大 然後父母姐會在國外 然後我相信若華也知道 在國外是那種 多多少都有種族歧視 那你爸媽都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無裝自己 所以久而久之 我就變成說我脾氣就是 其實我知道我的內心是很soft 可是問題是我對外 我就是會無裝自己就對了 因為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過下來 所以我無形當中我得罪很多人 當然那家工廠我也是得罪很多人的 所以 因為 其實那家工廠事情是蠻trouble的 所以 我有跟導師去做那個 企業諮詢 對 然後導師有跟我講說要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因為我之前在那工廠的時候 不管是上班還是現在配合的時候 我都得罪那家工廠的老闆 那裡面很多人 所以我創造的負能量真的現在是大於 我本身自己的正能量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去把這個 正負能量把它平衡掉 所以老師就叫我說 其實因為老師他講話都是蠻 就是很和善 然後很很很 很怎麼講很 很微軟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他只是跟我講說 要叫我去修的深然後修的廣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什麼叫深什麼叫廣 知道我之前跟尹姬聊天 我才知道說 原來接引是筆發書 因為我以前一直做的是註印 把我的負能量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是我們 就像尹姬講的 是我們接引這方面走的比較快一點這樣子 對 是 而且比較具體 然後呢 然後自己能量產也上大先提升 那接著呢 我跟他聊完這一段之後 我就邀請他來抽一下牌卡 他就說下午抽過 我說你再抽一下 結果我個人我是覺得很相應 不知道Michael的感覺是怎樣 他不妨說唸一下這個牌卡的大字 然後我在看這個牌卡 我個人的習慣 我會依照出版的順序來抽來解讀 那分別是因為有太陽卡 豐盛卡以及富有卡 但是我抽的牌卡 他已經不知道在哪裡 我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在包書 然後包到我不知道已經放到他 對 趕快把牌卡還他 沒有 我想把他塞回去 他的是不需操心 有一張是不需操心 然後他第一張是太陽卡是不需操心 然後第二張是好像是說從自己做起 然後第三張是如法實修 我看到的是這樣子 我幫他記起來 應該是吧 是 好 那可以 我們從後面開始 那個眉眼 請這位粉紅色衣服小姐坐這個位置 對 坐那個位置 對 坐這裡 對 坐那邊 對 好 好 謝謝 Michael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導讀今天比較特別 剛好我覺得很豐盛我們來導讀 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那因為應該很多家人忘了帶 或者是說他沒有看到訊息 你沒有關係 你這裡有功用書 那我們也一開始呢 來了解一下老師創作這本書的發心 我們來導讀這個序 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那我們請 我請慧燕最喜歡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的這本書的慧燕姐 來為我們導讀這個序的前面三段 好 來 天地考案導師 老師好 在第八頁 我們翻開到第八頁 請求超毛家人好 好 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來 導讀 這些年世界各地眾多有緣的朋友 在找我對你的諮詢詞 討論的主題中 很多都與富有這一項有關 雖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 但在各式各樣的情節中 往往都是源頭出了問題 很多人因為沒有正確的觀念及四眼 導致一生庸庸碌碌 雖然奮發努力 卻沒有為他們帶來真正的財富和富有 即使是在某些階段曾經賺了一大筆錢 金錢 且因觀念的錯誤和認知的不足 又重新回到貧困潦倒的地方 令人極為不捨 在眾多求教者中高學歷者比比皆是 有些甚至於博士級的高材生 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看不到 因較高的學歷或豐富的社會利益 帶來相對等的財富或更多的幸福感 當他們在經濟富有的環節出現問題 後續產生的牽連及變化 的確是現今社會問題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去年我曾經特別針對財富及富有的主題 開辦了幾堂精彩的課程 學員們上完課之後 猶如醍醐灌點但深受啟發 紛紛建議我在富有的主題上出書 幫助世界各地角落的有源人 讓更多人知道富有的源頭是什麼 該怎麼樣尋找怎麼樣把握 怎麼樣的追求怎樣守成 為了滿足大家的願 就在去年下半年走手準備出版這本 對全人類抑鬱森嚴 許不可或缺的人生黃金工具書 原來富有得很簡單 超級生命密碼系列重書 從第一本超級生命密碼 到現在已經出版到第十二本 這些暢銷的人生精華工具書 讓全世界無數有源朋友生命出現了轉捩點 有了起始回生的蓄積性變化 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因落實 超級生命密碼而成長 及改變親身驗證 除了留下感動及感恩的淚水之一 也都不約而同發下紅怨 要在有限人生歲月中 近一己之力去廣傳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讓更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手依循不再徬徨 他們自己就是最好的見證 離苦得樂的心願不再遙遠 垂手可得 只要你有心就有扭轉的一天 如今每天世界各地的感血涵 如血片般分來飛來 在在都證明的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是現今紅塵中 真正能為生命帶來 永恆幸福奇跡的鑽石 如果別人可以 我相信你也能夠 當你翻開這本書的此刻 代表緣分一到 只要掌握這個福分 再加把勁 無論當下你在社會中的定位如何 或人生的經歷怎麼樣 都會因為這本書完完全全改寫準備 好了嗎 好 謝謝 慧燕姐 我們分享她跟原來富有 可以很簡單這個書的緣分 感謝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 當初我接到書的時候 是我正好想送我朋友一本書 就是有錢人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我覺得我那個朋友很需要 我就多買了一本 我去找他 他想這本書很棒 我送給你 結果他就送我千年之夜跟療癒前例 他說梁姐 這本書可能比那本書更好 我說好 那我帶回去看 結果回去的時候 我翻一翻千年之夜好像也沒有觸動過 結果第二次我在去看他的時候 剛好這本書出來 可能是我忙拿去送他了 結果他在忙我就翻了看 哇 源頭 我真的是找到了那個源頭了 所以我就看了幾天之後 我就跟他想 阿香這本書可以可以借我看 他說可以啊 我就帶回來看 我就把他看完了 其實書上都在寫超級生命密碼 但是我沒有看超級生命密碼 我就問他說怎麼去買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阿問阿要接食堂 然後哪有時間去接食堂買 然後後來又跟問阿香 後來就是因為那時候 若華到南部去又找小玉 小玉說梁姐 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來找我 我又跑到盧州去找他 就這樣開始 因為7月15號我去參加 導師的那個講座的時候 然後我就帶了真的帶了師禮的朋友 因為我很興奮這本書 他們一直要我說 你先借我看 我說不行 你們要先看超級生命密碼 所以我就那一本書沒有借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到那個老師的講座 結果那一天講座完之後 大家排隊簽書 我們每一個人都繼續排隊簽書 那老師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說 要去參加讀書會 讀書會到底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還不知道讀書會是什麼 就這樣開始了 所以他觸動我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管是這輩子做任何的一個事情 真的是有他的源頭 就像我自己在家裡上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才出來追尋 尋尋秘密很多的方法 最後我也找到了身心靈這一塊 也在生活上有蠻多的改進 但是這個身心靈這一塊 包括我還去過美國 跟著老師去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著別的老師 別的老師不是我們的老師 那時候八十 大概八十出品的時候 花多少錢一下 花多少錢 我記得而已 因為太多了難算 真的太難算了 我花的錢真的是很多 那跟大家分享 他最近我們那個老師 那時候我跟他上 到美國去上課 他就移民到加拿大 結果那一天 我竟然在蘆州讀書會 看到我們那個老師 他也進來找馬 然後真的我不敢相信 我問他說 詹老師你不是移民到加拿大去嗎 他說 他說他是去做房地產 然後那邊結束了回來 秀琴也知道 秀琴也是我的同學 真的是 我們那個老師現在是 在蘆州讀書會 他現在所有的書都帶回去看 他上個禮拜好像 我去的時候他沒來 他聯繫來個好幾個禮拜 所以我想 每一個人在追求什麼 自己知道 那我那時候的追求 我也覺得說好像我有得到了 可是當我朋友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請教我 那你是怎麼做到的 我就叫他 可是他做不到 沒有一個人做到 我就覺得好苦 為什麼 請教誰 再講一下 要說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學的東西 你說請教當時的老師 都沒有人做得到 對 那時候就做不到 那做不到怎麼辦 就我很想幫助人家 可是真的沒有 可是來超馬之後我發現 哇 怎麼可以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就可以得到 那真的是超級簡單的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非常興奮 我就非常興奮的就分享 我繼續分享 到現在這一次我們去那個 北葉夏龍灣跟我住同一房子 在台南 他現在會去台南基因會 然後就是不斷的分享 還有高雄的 給他們分享 可以去高雄的基因會 這就是我想 剛才一直在提的 怎麼樣接引人 其實非常的簡單 只要你願意說 只要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分享給他的 就像下午在電話裡面 我去打那個電話的 哇 他說我的書先送給別人看了 我現在沒書看 我說沒問題 我寄書給你 我現在要趕快把書寄給他 讓他可以看 因為他一天上兩個班 非常的忙 所以基因會他都沒辦法 沒辦法來 所以我們接引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隨性的 但是為什麼 就像剛才一人說的 你一定你要有信心嘛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你怎麼去接引人 但是在這裡 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我進來就非常的開心 那個喜悅感到從哪裡來 但是我以前學的就是喜悅感恩愛 可是為什麼我那個喜悅感沒有 就是我不知道 我從來不知道那個喜悅是什麼 什麼是喜悅可是來抄馬 真的 你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像這幾天因為太忙了 又去 又出國去玩回來 我今天早上就說 早上要去發誓 我們八點半就到那個辛苦學運站 然後我十一點多我就到中心來 然後下午又去幼稚園 幼稚園那邊 哇那幼稚園超大的 那天不曉得金碧結是請誰去送書 結果我今天去 哇真的是 所以我們在接引人 真的不要去設限 隨時隨時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如果覺得自己認識人蠻的話 我們去找不認識的人 去練練你的膽子 對不對 因為講壞了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跟他分享 我們把我們的好的是一個 講壞了 就那個過兩天再去 謝謝 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慧琳姐的分享 但是 因為他親戚的人同 富有真的很簡單 那我就想到家蓁 在12月23號的時候 他因為他要解決一個 他想要解決一個 他人生中很棘手的問題 那個問題一展現 真的要離婚喔 因為很複雜 但是後來他就想一想 要怎麼樣解決他的問題 他也發了一個願 他說要接引 接引大概四十位 一台遊覽車來 來那個學習老師的這套系統 當時呢他就想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連十個都很困難 可是因為他就簡單的做了 欸做了之後 就開始喔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接引了那五個 還會再幫他接引 就是大家會 會有一個能量 會有一個共振 那其中之一呢 就接引了羽傑 那羽傑在12月23號上課的時候 因為他過去 在其他系統計畫幾千萬了 都沒有得到一個結果 那他覺得這個系統非常非常喜歡 馬上就在他的工作室 就開始開精英會 台中就出現第一場 超過20人的精英會 這麼多年以來 那後來呢 也因著因其邀約他來到美國 那他回來之後 他就發一個願 他說這麼棒的系統 他要普傳十台遊覽車 不囉嗦 我們現在發願回來 單位都不是人欸 都是車 去上完精英會 上完這個經濟營回來這樣子 大家都覺得太開心了 有辦法有機會這樣共襄勝舉 也是一個參與者 結果啊 那羽傑他是更發心 他還他真的有時候財富是他說 那他先發新十台遊覽車 這個他 這個他來處理 那有車就會 人就會裝上去有沒有 結果他說這幾天賺了一百多萬 這個是他的會計計帳幫他算的 幫他算出來 他說這個是不求自得 為什麼 因為天地都知道我們的心 好 那我們呢 在我們要提升靈命之餘呢 我們一定要有健康嘛 多少修行人之後是身體也不好 那我們在有健康之餘 我們一定要富有 有多少更發心修行的人 他現在是貧病交迫 但是呢 這所謂的健康跟富有呢 至於我們來說 其實他還是副產品 主產品他還是在於靈命提升 所以這個邏輯呢 我們若是可以理解 那喜樂豐盛富有呢 真的就是小菜一盤 好 那接下來呢 要邀請一位也是從國外回來 來自於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 杜拜的丁先生 來為我們導讀接下來的段落 我第一次來我不會練啦 演技 沒有 現在就要練啦 就是要翻譯起來那個阿拉伯文 才看得懂 真的啦 我是第一次來叫我練你這個 是太 導讀啊 那個蟲 我就就跳過去 下去我再練好不好 先導讀 先導讀 快點 快點啦 什麼讀啦 那個你比給他看 那個彎婷 不是啦 我身邊很久了 眼睛 對 我身邊很久了 喔 不好意思 那個 畫了一點半 你叫我眼睛 喔 眼睛不清楚 不是 眼睛看到這邊會變化掉了 喔 是是是 好 抱歉 因為那個 那丁先生方便分享你的部分嗎 好 那我隨便講嘛 不是隨便啦 隨意 隨意 自然的講 隨眼啦 對 隨便的分享 但是你只有三分鐘喔 好 你幫我用那個技術器幫我 好好好 我看著 我看著 沒有 我以前23歲之後在外面 剛好有很多肌印的 然後 我從小也是燒香的 可是我到不同地方那邊不同家 然後 我第一次 第一站 是在路本東京 我在那邊住了 然後 後來就是 在那個 馬少群島 住 之後 然後我問他的主界是從哪裡來的 他們有信仰當地的神啊 他們說 他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 因為他是在那個 馬少群島 是在那個 路 路的旁邊 他以前回 那那個 迪先生這樣有點太強了 因為這個歲月會 沒有辦法提你那麼久 好 那我就好 他就講 因為我看到很多宗教 只有中東的宗教比較複雜 因為他很多阿拉伯三十幾個國家 他都不一樣 而且他 我覺得還是 信來信去的話 我覺得還是說 因為我從小是燒香的 然後我今天來 是 因為我 有那個 腫瘤啊 就是那個 貴腫瘤 一年半的化療 然後我一個朋友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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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好我觉得你可能是天地的一些姻缘 但是能不能把握这个空门的机会还是在于自己 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导读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导读超级生命密码 难得也是说导读了超级健康密码 原来不有可以很简单 那似乎在超级健康密码里面的细节 假设是说视力比较好的时候 你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戏目 他里面或许就有可以相对应的答案 邀请你也来做科学实验试看看 好然后邀请这个很富有的将军夫人 为我们接下来导读第九页第十页第十页 接下来的这个这四个段落 近年来许多大型出版社 谢谢瑞芳姐 那瑞芳姐是将军夫人 也是呢那个花莲精英会的召集人 以及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老师好 各位家人好 主持人好 近年来许多大型出版社 这相继于我商谈在中国发行系列书籍的事 但审慎评估之后 我总认为我的著作 有着神秘色彩的作法 让我感到离重大中国群众的距离是那么遥远 让我知道有很多人从台湾或香港甚至东南亚 默默地把我的成书带进中国大陆 与许多有缘人结缘争想 而且都过得非常好的回响 去年中国有好几家股市股票上市的训练机构 亦非邀请我去开课演讲 但因为不知当地政府对我的著作或学说看法如何 所以辞职没有答应 我知道整个中国有无数的人正等待着 而我的心有盈盈期盼着 希望大家能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没有宗教色彩 也没有任何政治内场的系统 我们的教导是苗苗以德为本 若随天地与神圣 圣贤的真理 我们只讲科学 不讲神学 只讲实际 不讲玄虚 2005年 我的恩师Flange对我的产名 接下来是中国人的事迹 的确这十年来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国的崛起 及其他在世界舞台的地位独窑之上 全世界也对中国文化 及中文掀起一股学习的热潮 身为华人的网友与人民 如果未来可以因为这本书的出版 让广大的中华人黄子孙 能够从中受益 找到正确学习方向 与人身价值定义 让人们心中更笃定踏实 社会更幸福和乐 即使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地位 更加屹立不咬 当抓住了富有的源头 从此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是对立 而是互助的 不再是欺骗而是沉气 世界大同的愿景将此日可待 各地朋友只要参与过我的讲座或课程 就知道我对世间有着十足的热情和关怀 对人们的出路有着特别的祝福 今天这本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出版 其中透露的四部诸法 是我对广大世人再一次贡献的珍贵礼物 带预委员的迷我 带预委我们的能够予以珍惜 并且实际地去实验 证习 成就自己今生全方位的富有 并愿英明的富有 而让更多人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并获得奇异 这样的话 你已经达到了显天地的悲凡生死命 更对自己的子孙 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功德之道 绝非信心的人可以想象 跟过去一样 我在所有的书籍歌曲课程中 都埋入了珍贵的共证密码 这本新书也不例外 只要真心诚意 有毅力下决心 富有的人生将于其不有 许凡求富之人之事 若人深入经读本书 或流通或分享 则天地必定入你不辞 并摇灌浮沸沸泥 令人生惊喜延远不再留白 若世人能够有此共识 这世界将英明我的精彩 也更加美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 造就这幸福可期的未来吧 只此不止情绪 请谨记述虎为视讯 这两次的老师 与美国内华党 感恩老师的际语 然后请好久不见的瑞芳姐 为我们分享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会大家稍稍的延后 五分钟左右 在9点5分做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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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早上又带了两位朋友一起过去 因为花莲门洛医院有位朋友 已经在安眠病房 已经在生命的尾声 那我们就带了几个朋友去看他 然后就顺道带了这两个朋友 一起参加我的读书会 然后也很巧 昨天读书人到了29个人 是有史以来才花莲最多的一次 而且14位的新人 那其中有一位新人也很不简单 他说他在医院里面 他带着妈妈回来治疗癌症 然后在门路医院 然后在医院里面看到这个 就我们小摄子疗有全力 然后呢 他说这本书到来 这个作者是谁 就在想这个 后来他到庙里面去拜拜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一百本的那个疗愈 放那一笔已经生灰尘了 他问说可不可以带走 然后他跟他讲可以你带走 他就去医院里面到处花给你一百本 发完了以后 竟然有人跟他讲 这个花莲有读书会 就今天你可以去 他就莫名其妙就过来看一看 看到以后我们刚好请他分享 他就讲到说他真的会来 他真的会来 而且他说哇这个厂太棒太棒了 这就是他要的 而且他会跟我们要很多书再去分享 我就想说这个线会能断 因为他已经搬回花园准备 好好的陪着妈妈 就治疗他的癌症 他回去那边 他也想找点事情做 把他的事业都放掉了 很年轻的一个小孩 三十几岁而已 所以因为他的分享很快速 所以会后呢 他接了个电话他先走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这个人也不能给他断电话 我就做这个 一直在做梦中在想 这小孩真的是很棒 我说卢很容易 不能那个 所以这一个院呢 我比较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心事重重 因为老公无预警的 就现在很乱 就像台大校长这样子 三个月空在那边 我们家也发生了差不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就收入这边就是归零 那对我的经济来讲 对我家庭状况来讲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扰了 那我们重新要规划的事情 跟我原先这个都不一样 就这一年 可能这一个月我就 还脚步还跟不上 所以呢 我这四年跟着老公的公司 跟着这个我们自己的理由 我这四年里面 就这四年里面 我出国十趟 去了七个国家 那这十趟里面 全面的九趟 包括两次的九趟 中国大陆 包括北欧 我都带倒我们的书 或者带倒我们的那个 我分享给你们 我全部都带来 唯独我跟各位忏悔 跟导师忏悔 唯独这一次我没有带 可能因为我的心情受到影响 因为我就是 祈求的事情没有达成 原先是说没有问题的 就再续约一年 后来呢 到最后一天就说 没有了 就像现在的这个 在演电视剧里面就很坏 就归零 归零 我们两个人就打了一场闷仗 但是这个行程是因为 原先就已经 瓦斯协会就已经 有这个行程 也必须到 所以我们还是去了日本 那去了日本 这心情就更复杂了 就想说 随时会沉下去吗 没事 去那边会不会就沉下去了 后来想一想 还是去吧 那我很复杂的心理 为什么我这次就是 打包的心理 我就是没有带 我就是没有带 那第一天 我一到那个地方 我就想 糟糕 对 怎么没有带 晚上睡觉都睡在枕头下 我也没有带 我也没有带 安眠药 这次出口 我就真的没有带 我就很笃定 我一定没有问题 第一个晚上呢 我就放导师的 因为他们到了饭店 才有这WiFi 才可以上网 路上都没有了 那我就趕快就把房子静一静 至少没有带 这个方便信 第一个晚上直接把他静完 第三个晚上 到了乡下去的时候 因为行程很赶 一进去就准备睡觉了 结果我想说 那也没时间静了 那就睡吧 结果 我已经从去年11月11号到现在 我都没有被银压床 第三个晚上 他就来了 我现在讲起来 进去就带起来 我们虽然白色 他们是白色的床单 那我就很难说 这样盖着睡 大概才刚睡下去 没多久 他这个眉被把我拉走 啪啪啪啪 然后就影像就过来了 然后我就知道 哇塞要来了 要来压我 我就知道要来了 我就叫老公的名字 叫我师父 叫了一声 我知道他没有来 那第二声我就叫 导师 然后我就醒了 我没有那么快醒过 以前鬼压床 最少要弄个 弄个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弄个鸡皮鸡 他醒不过来 所以这次导师叫 太阳盛的都还没 名字还没讲 导师我就醒过来 然后我老公也醒了 我说 你又被鬼压床 你不是都已经好了吗 然后就 我说好了 那赶快睡吧 我说我放音乐 然后就赶快 要试试试 放啊 放很大声 我跟我说 你吵到我睡觉 我说好 那我带到你去听啊 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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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大概四五点 我就睡着了 听起来精神就不是很好 然后我碰到旁边两个大嫂 她就念我说 你不是那个东西 你这次怎么没有带到书 我说我也不知道 大概受影响吧 我说我这次就没有带到 然后两个大嫂就同行 很惊讶 问我说 什么书啊 怎么啦 我说我没有带到 我们导师的那个 超级生命运 所以我就做噩梦了 她说哎呀 那有什么稀奇的 我就是不睡 你看我一百二十公斤 我这长年都是睡不着 越不睡越快越不睡越胖 她说你那是什么书 可不可以给我一本 我说好 我说我唯独这次没有带 我回去的时候一定寄给你 另外一个大嫂说 我一个朋友也很严重 她是一直睡 我一直瘦一直瘦 瘦了个皮包给你 我老公我瘦了一套 然后老公就继续念 你看嘛 该那个不那个 就是该 我就被打了一屁股了嘛 那你就不要再念我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再跟导师唱会去 我昨天晚上唱会完了 所以第四个晚上 第五个晚上就睡着了 就是那样子 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是 第一件事情睡得很累 三四天 我都每天都很累 就收拾行吗 可是我 那个礼拜天也是睡没紧鬆 可是我礼拜一 赶快起个大早 就到花园去 也是赶快 总是好像自己生了一个小孩在那边 头是一起的嘛 你不管说你会或不会 或是你做多少要算多少 也不能说半途而非 就冒庞 也不行 那自己洗下宴 金门啊 那个澎湖跟那个老公就讲说 好了 那现在收入已经都没了 那你未来 你还要花那么多钱真的 我跟他讲说 钱不是问题 这是 这个命 命才是问题 你没想到说 我如果飞回金门头 我马上都要坐飞机了 那在空中上飘来飘去 那个危险性也是很大 因为每一次飞机的起降 它都是一个明显 都是这样 我说你不想我要去薄命 你管想你的钱 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如果做得到的话 钱应该不是问题 钱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说 你那个心还在不在 那我现在赶快把这心等过来 把燃料产再補强 要不然我自己都快要堕落 快要掉下去 我还要管钱 那这个还要慢慢的沟通 因为男人可能 他们会觉得说 没有事业就完了 就没有一切了 那我们里面还好 还用的心力比较强 所以我要陪着他一直走过 还有就是我觉得说 拉我自己很好拉 如果是要拉老公 跟拉上上下下子弹 我觉得真的是尖头的责任 会很重 我感受到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进来很容易 那当老公也要我 陪着他一起做的时候 就很吃力 那当他又 就是说 像现在有个困境的时候 他在帮我往后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种灭掉 是我这个月就心事重重的那个 所以我又告诉自己说 不能不能偷拉 昨天去那个花园 今天下午 赶快小命一下 我晚上还是要来 还是要借重这个会场 各位的那个能量 再把我的能量找回来 然后那个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自己 谢谢 谢谢 谢谢瑞芳姐的分享 那事实上呢 其实塞尔什玛焉之非福了 那那个天地的智慧呢 不是我们这个小脑袋 去设想的 那其实同时呢 我记得其实在超早的时候 有跟瑞芳姐呢 其实有讨论到 这个点跟月力是否平衡 即使呢 他平衡与否 还有呢 到底孰重孰轻与否 到底什么样的结果 是最好的与否 这个都是要我们的能量场提升 然后智慧扬升呢 我们才能够参得其中 固得其中 那不管呢 过去这一秒以前如何 那也不重要 就是在下一秒之后 我们呢 我们下一秒当 我们下一秒的能量提升 智慧提升呢 那就像瑞芳姐讲的 财富 健康 所有的种种呢 都不会是问题 那我殷琦呢 在此呢 我真的很感恩天地 因为此刻的我真的好富有 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 我来到台北 因为我去看一下 我的那个场地 那回去的时候我就去发书 为什么 我去发第一 因为每礼拜天 就有一个彰化厂的讲座 你知道我那时候 打电话给一个志工 刚好在通话 他说为什么你那边 你在外面吗 为什么有听到瀑布水流声音 一直有水流声 我说不是 你知道满天的燕子 满天满天燕子 但是真的是我一看到 其实我已经知道 礼拜天的状况了 礼拜天的 这个会场的状况 那礼拜六的时候 我又来到台北 为什么 因为那边要来塑星这样子 那礼拜天 彰化场次的这个分享会的时候 在中文整个彰化县政府 彰化岩地 整个天空都是燕子在隐蔽 那当我们这一场盛会 整个结束的时候 我真的要出来感恩那些燕子 他每天收搬回家 我就说真的感恩天地 感恩这些可爱的燕子朋友们 又回来 又回来 回来啾啾啾 那其实呢 因此真的很爱彰化 很喜欢这个系统 巴不得呢 有更多的时间 将这个系统去分享给所有的人 但是我很感恩彰化 在此啊 特别感恩彰化的职工们 那因为我虽然是彰化人 可是我真的花最少的时间在彰化 但是彰化这个场子 是全省最多人的 我们给彰化的职工一个更热烈的产生 那包括高雄来相比的 这一台游染車 那个我跟高雄的朋友是说 假设你们错过了台南场子 错过了高雄场子 要邀约新的朋友 那些错过这个 分享外场子的人呢 过来在彰化场子 或者是台风场子 不是要救人来 我们要的是接引更多那个 灵魂在呐喊的人 也来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真理 那不包括高雄在台游染車 彰化还突破500人 我真的觉得说一切啊 都有天地的美意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有毅力 真的你不用担心 下一秒钱在哪里 健康在哪里 还是人在哪里 有缘的朋友在哪里 我们拿一同努力 就可以造就这个幸福可期的生活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每一个人分享 然后每个人做自我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经营会到这边 祝福各位有一个最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